思逸先把你的家庭背景介紹一下 我是來自屏東縣三界門鄉德文村 然後我的父親是純盧凱族 然後我的母親是純排灣族 那我的生長環境呢 它是一個排灣族跟盧凱族 兩個族群融合在一起生活的一個地方 所以在從小呢 我有兩個文化背景在身上 那可是我從小不是在我們的部落裡面長大的 在我跟我妹妹開始要 就是在學齡前我的父親就直接來到屏東市去 在這邊買房子之後 我們就開始從幼稚園啊 我們的同學就是一般閩南人啊 客家人啊 所以沒有原住民的同學 沒有原住民的玩伴 你那時候學生時代跟他們大家相處愉快嗎 不愉快 因為其實在那個時候 其實也是有蠻嚴重的那種種族問題 對還蠻還蠻嚴重的 所以可以很深刻的體會 其實長大之後能理解為什麼 你那時候都沒有一個原住民同學 沒有 所以你知道我到我高中才有同學 就是原住民同學 然後我很不習慣 換我很不習慣 多了一個 跟我一樣身份的同學 然後那段時間你怎麼熬過 努力自己唸書自立自強嗎 我覺得唸書比不過他們 但是運動好像還可以 我會這麼說原因 其實我有記憶不好的那一段 那一段我就先不說了 對那我就是 我怎麼贏得同學的青睞 或者是接受呢 其實我有轉學過 其實我在第一所國小的時候 我的母校應該說我的母校 我跟同學相處的還不錯 一直到我轉學以後 我到一個比較偏鄉的國小 然後那裡的同學 他那個時候都是阿嬤阿公在帶的 所以他們都講台語 然後我都聽不懂台語 然後呢我就被排擠 所以這個人也聽不懂 阿然後你皮膚又那麼黑 然後又怎樣怎樣怎樣的 其實就是霸凌阿 對然後 然後又沒關係 反正都過去我就也可以講 掃廁所被潑鹽酸啦也有啦 然後就是丟沙子的也有阿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狀態 然後那時候我會覺得 心裡會覺得 為什麼這些人要這樣對我 可是因為從小我們就有了信仰 我的父母親就告訴我們說 這些人對你他們不是故意的 他們不知道怎麼跟你相處 因為我們的身分不一樣 所以我們就不要想那麼多 當然這麼小的孩子 心裡已經受創啦 所以其實走路回家 那一段時間都在哭 邊走邊哭 你不會怪你爸媽幫你轉學嗎 因為我覺得轉學生 可能也有這個標籤吧 因為轉學生本來就跟大家不熟嘛 對不熟 可是到後來我就覺得 我父母親講的也沒有錯 然後那時候又傻傻的笨笨的 就覺得他們可能就是不喜歡我 那就算了 我也不想要去跟他們起衝突 然後我就離開那個不舒服的地方 但是我有看到有一些同學 有溫暖的眼光 我覺得這就足夠了 嗯 總共少數比較散 比較少 對 但是他們不敢為我們發聲 可是我覺得他們有這樣的同情心 我覺得也就夠了 然後呢 我怎麼贏得他們的認同 是因為就是有一次的運動會吧 運動會不是都要搶第一名嗎 然後就是在一次的大隊接力裡面 我們原本是落後 然後到了這一棒的時候 一路衝到 其實有一個跑步比我更厲害的 他的最後一棒 但是在他那一棒之前是我 我就說不行 我一定要贏這一把 反敗為勝 對 然後第一次被認同說 好 你可以脫鞋子跑步 我不知道他們可能想說 是原住民 那就脫鞋子跑步嘛 沒關係 就讓我脫鞋子跑步 就一路這樣衝 然後就直接衝到第一名去 然後就直接到 交到最後一棒之後 我們就真的得了第一名 同學從此就對你改觀了 對 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我被同學 就是我跟另外一個同學 就最後一棒的同學被包圍著 然後大家就很開心啊幹嘛 那個回應我是忘不了的 那個是我覺得 轉學的那一天是最快樂的 哦 就是他們終於知道 你有不同的價值 只是因為沒有運動 就沒有機會表現 對 所以為什麼 我會說長大以後 我覺得其實可以 我可以理解他們為什麼 因為很多時候 都是先入為主的觀念 對 可能先看功課 我功課也不差呀 只是有一段時間 因為霸凌不只是同學 老師也有 因為老師有關係 我討厭念書 哦 你就排斥 排斥念書 嗯 對 我自己知道我不笨 我自己知道我可以念書 但是我覺得老師非常的重要 他的眼光就讓你不舒服 後來還要念大學嗎 有啊 有 什麼科系 日文系 哈哈哈哈 為什麼想念日文 因為其實跟我爺爺也有關係吧 哦 他會講日文 他受日本教育 哦 對 那 其實這跟我們的文化幻情 也有很大的原因啊 對 對 對 所以我覺得我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其實 我不知道要怎麼去選擇自己的路 我只能靠著我 我這一路走 因為我念書的那段時間 是非常不開心的 嗯 一直到國中 還稍微有那麼一點不開心 到了高中的時候還好 高中的小孩就成熟一點了 成熟一點了 幼稚的事 對 對 還好 國中的時候還有一點啦 嗯嗯 對 但是 反正都已經過了那麼多年了 也已經習慣這樣子的 到大學就完全沒這個問題了 就自由了 大學完全沒有 大學反而就是我想要做我自己 對啊 大家就各過各的啦 也沒有人想管你 除非有少數比較好的朋友 會變好朋友 對 而且高中的時候就會開始有一點 小群小圈圈 對 小女生嘛 就會有一些小圈圈啊 所以那時候不知道念什麼 就因為阿公很會講日語 所以就自然選了日文系 對 其實還有一個原因 因為其實我也是很反骨的 那我妹妹就是學 我們兩個都學語文的 我妹妹就是學英文 學得很好 嗯 然後我想說我要跟我妹一樣嗎 我不想跟她一樣 因為 如果一樣就會 兩個一直被比較 你就念不同的 對 但是有點後悔 因為我覺得兩個人 念一樣的也很好 可以交流 嗯 可以知道 可以 conversation 對啊 可以遇強則強耶 我就覺得現在有點羨慕我妹妹 那後來日文有認真念嗎 這幾年 日文有認真念 然後現在當然是五級字了嘛 就是他們有現在的 檢定 檢定有五級 那時候有到二級 可是現在因為沒有用了嘛 所以就 也 對我來說 他就是荒廢在那裡 但是 可是你後來工作 完全都跟日文沒有關係 對 跟日文沒有關係 嗯 我就說了 因為在前面呢 我因為學習的那段過程 不是很開心 沒有人能夠教導我 我要怎麼去選擇 自己的人生 我自己的路 沒有人生導師啊 沒有 嗯 我其實從小也不太被長輩喜歡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 從小到大我覺得我很孤獨 是因為你比較不乖嗎 比較叛逆是不是 我雖然很晚叛逆的喔 我高中才叛逆的 我第一次離家出走 是高中的時候 還記得什麼原因嗎 我覺得朋友很好 哦 就跟朋友走 我的朋友把我帶到一個很快樂的狀態 但是我不抽菸不喝酒 嗯 不吃檳榔什麼都沒有 就逃離家裡 去一個比較自在的環境這樣子 對 其實我很早就可以發現到我自己的問題 但是我不知道向誰問 自己不知道怎麼解決啦 對 不知道怎麼解決 就人生自己有困惑 可是你不是有宗教信仰嗎 我有宗教信仰 但是 路師沒有辦法幫你嗎 我覺得那個是不一樣的狀態 因為為什麼呢 就很像現在人家會說 欸你為什麼要拜拜 沒有我爸媽就拜啊 我阿公阿嬤就拜啊 我們就什麼時候一定要拜 但 我們基督徒也差不多是這樣子 如果我們不是第一代基督徒的話 很容易就是 欸我家裡人信什麼 我就是信什麼 從小而如木呢 變家族傳承 對 可是你長大之後 你成年之後 你會知道你為什麼要信這個信仰 你會去了解它 你會想要知道我到底信的是什麼 但所以現在我知道了 以前小時候還不知道啊 所以你說有信仰這件事情 是好事 因為有時候我們真的是跌到谷底的時候 我會覺得 喔 我有想到我的母親告訴我什麼 我的父親告訴我什麼 我們在上教會的時候 牧師師母跟我們說了什麼 還會這樣子撐過來 可是還是不能理解 最深的那個我還是不能理解 好那我們講你畢業之後的一些職場 畢業之後嗎 好我高中畢業之後 因為我太想要賺錢了 所以我就不行我要先賺錢 我不想要花我父母親的錢 我不想要 我就自己先不去考大學 就直接先進入職場 直接離開 對直接離開屏東先去高雄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無底薪的業務工作 賣什麼 挑戰心很大 股票 賣股份 好難的一個工作 那個時候 賣未上市股票 對未上市股票 喔 可是那個很難 然後 你沒有財經背景 我沒有財經背景啊 反正無底薪無所謂啊 反正你賣不掉 它也沒成本 對然後 可是那時候很痛苦 因為是無底薪 完全沒有工作經驗之下 我找了第一份工作 因為我就是看上面說 有什麼工作經歷條件 免經驗就對了 對我想說 哎呦怎麼那麼 這條件怎麼那麼低啊 然後呢 它沒有做很久吧 一年多 我還可以撐得到一年多 有成交過嗎 有成交 哈哈哈哈 有成交 就是因為有成交 所以覺得才可以 對 但是成交的見數沒有很多啦 但是有嘗到說 喔 無底薪的工作 真的是必須要透過 自己的努力 然後你要去完全 去了解你的整個結 那個架構 你才有辦法很清楚的 去告訴別人說 你的東西是什麼 所以那一年多 你有認真的 K一些財經知識嗎 就為了 沒有 太年輕了 喔 不會想到這個 不會想到這個 就只是覺得 我只是想賺錢而已 可是這真的不是 我想要做的事情 我只是 想要離開家裡 嗯 擺脫那個 擺脫那個 求榮 對 勞榮 對 對啊 然後就覺得我自己可以 嘿 因為其實說實在高中的時候 我就覺得 我的理財很弱 我覺得我想要知道 而且我還因為這樣問我父親說 我可不可以開自己的戶童 你才高中還是這樣 先不用吧 啊 你很想獨立 可是家裡也不 對 就是這樣 嗯 那後來呢 我後來就看到我的弟弟妹妹們 念大學的念大學 念研究所念研究所 我就覺得 哇 好 那我就覺得 不行 我還是 我還是得必須要有一個文憑 好 我就很認真的 回來屏東 然後就是在圖書館K書 有啦 你去補習一下子 然後就在圖書館K書 就直接考 第一志願上了 就直接進去問早 哦 就念日文 對 那個時候我想說 我幹嘛學日文 哦 那是之後才想到的 但是那時候就覺得 啊 反正就繼續念日文吧 那種就 就念日文 終於有正職了吧 欸 這段時間也有辦公辦讀的時候 還有很多打工 有 我真的很多打工 嗯 然後 就因為你不想跟家裡要錢 我覺得我那個時候能力還不足 還沒辦法 還是需要我的父母親支應我 哦 一定 所以你也只能做一些體力活而已 是不是 對 然後 其實這段時間 我還是一直在尋找 到底 我想要的是什麼 我的興趣到底是什麼 我覺得我太多的想法 或許 應該是這樣講 我知道我的藝術天分 很好 塗鴉畫畫 我的賤賞能力很強 是 我的音樂是自學的 嗯 然後 我就覺得很多很多跟藝術有關係的東西 我可以 我是有天分的 但是 我的父母親 我的父親算是白手起家的 所以他們就是只有工作 工作給孩子 公讀書 把我們交給老師 就這樣子 嗯 所以沒有辦法去很專注的在我們身上 知道了解我們的需求 或者是看見我們的天分 然後加強的補強我們這一塊 所以我才會說我自己的強項在哪裡 但是我 天賦 沒有 對 我知道我天賦在哪裡 但是我 就是沒有碰到那一塊 所以大學有去補強嗎 至少可以玩射程嗎 沒有 後來呢 我就進入了補教業 嗯 就一邊念書 因為補教業 跟我的 跟我所念的 科系是有關係的嘛 語言 英文啊 或日文都是 嗯 因為你還是要有附修嘛 就英文日文就一起念 嗯 對 所以我才會進入補教業 但是我進入補教業是梅雨補習班 嗯 對 然後那個時候 算是還有一點點開心 就覺得 诶 語言這種東西也是蠻好玩的 你可以認識很多的外國人啊 認識很多的朋友 但是久了又你 就覺得 哦 原來這不是我要的 好 一直到了我覺得 诶 按摩這件事情好像很好玩 蛤 繼續按摩 我就說其實我 我很怕我爺爺 我的爺爺不親 但是我的觀察能力還不錯 在我爺爺身上 人家說他是密衣也是 因為他可以讓一個腳扭到的人啊 就是 巧一巧 弄一弄弄一弄之後呢 因為草藥弄一弄 隔天就可以走路了 好了 嗯嗯 所以他就為大家做這件事情 但是 我為什麼會這樣講呢 因為 我為什麼會喜歡按摩 也是因為爺爺啊 這件事情 我其實真的不是想要因為按摩而賺錢 我覺得 按摩這件事情好像 也可以讓我的家人得到好處 然後身體不舒服 可以舒緩啊 可以幹嘛的 所以我想說那就學 所以一次就大學快畢業的時候 我就直接投入了按摩 這個行業 就是 就是在一間女子十八館 然後就是做 就是去學喔 全身經絡按摩啊 技術性的這樣 都學 學了五年 然後呢 我覺得我對一件事情認真的時候 我也可以做到 不錯的位置上面 所以從學徒一直 一直一直努力的做做做做做 做到秘書長 我就覺得欸 這樣不錯 然後又變成店長 然後就是管理四家店這樣子 那個時候才覺得 一家店面這種事情好像我也是 還可以 那個時候我的父親 一直在做咖啡這件事情喔 可是我都沒有去管他 一直到我的父親 因為年紀也大了嘛 他就說我希望你可以回來接 我希望你可以 你那時候美容業 已經站上人生的高峰 也沒有到高峰 我只是覺得做得還蠻快樂的 那要回去是不是很猶豫 我真的確實有猶豫 因為其實按摩業抽層很高啊 對不對 抽層真的很高 你就是賣一個課程啊 其實很高 有去認真的思考一個問題 這個行業他的 你做不久 就那個壽命 對啊 按摩的壽命 你真的做不久 所以我就 嗯 我就看有一次呢 我的父親跟我提了好多次 可是我都 我有聽進去 但是我沒有認真思考 一直到有一次 我看見了我父親的 憔悴的 表情 工作的操勞 就對了 問完我以後 的那種表情吧 我就當下我就覺得 哇好心酸喔 怎麼有點酸酸 有點同情我的父親 我說我應該要回來接嗎 可是我能嗎 你知道 因為我的父親太有能力了 我等一下有小小段時間 我再介紹一下 我的父親的背景 他也是挺不容易的 所以我覺得 我的信念為什麼這麼強 我的爺爺跟我的父親 都有很大的關係 我做一件事情 嗯 我希望他是可以長久的 然後是可以認真 一直做下去的 雖然這中間 我會跟自己打架 你那時候不會覺得 為什麼不找妹妹 為什麼找我 啊 這其實有講到家庭的問題 其實從小到大 我都覺得我的妹妹很幸運 我不想當老大 我覺得老大要犧牲好多 是 對但是大家都覺得 這是應該的 你的責任 對 大家覺得我應該的 為什麼應該 我應該要有我自己的人生啊 然後一直到後來 我看我父親這樣的表情 之後我就好 好 早在2010年的時候 就成立了這個品牌 嗯 你知道嗎 早就2010年 已經成立了 對 早就成立了這個品牌 只是成立這個品牌 只是為了讓他 可以把東西好銷售出去 就是大家 知道 有這個卡都夫 這個品牌而已 所以真的沒有真正去行銷 所以就是成立 幫他成立品牌 然後我堂弟 他學設計的 就這個logo 就是他設計的 我們就簡單弄一下吧 然後讓大家可以看到 然後大家想看到什麼 起碼我們還可以有東西 拿出來給別人看 還是靠著父親 他自己一個人的努力啊 什麼的 自產自銷就對了 我回去的時候 就是創業了 嗯嗯 真的是從零開始 我不會從我父親那邊 因為他是去做田間管理 而我這邊是做行銷推廣 所以是不一樣 是分開的 所以你知道 我也是必須跟我父親進貨 然後推出去 哦 這是不一樣的 對 這是不一樣的 不是那種 啊我的父親就做這個 所以我就跟他一起做 沒有不一樣 因為田間管理 他是必須要花很長的時間 去學習 去種植 幹嘛這個是 需要 而且我父親在這個裡面 他已經三十幾年的經驗了 我這個才剛回去 還沒還沒一年幾個月了 我我根本不能理解 我只看得到他的辛苦而已 回來之後呢 我就開始 那時候我也是一股傻勁 我就覺得 也沒人帶我 也沒人告訴我怎麼去 賣咖啡 對 怎麼去創業 怎麼去想 我根本就不是學商的 我是學文科的 我不曉得我該怎麼辦 我就 軟槍打鳥 這邊有什麼資訊 我就那邊看 這邊有什麼資訊 我就這邊看 我就覺得 我回來創業 我必須要什麼什麼 但是我沒有足夠的資金 所以呢 我是不是必須 什麼事情都要自己來 然後呢 設計的部分 那我就請我的堂弟就好 但是他也有正常的工作 我不能一直靠著他 所以我又 我又花了錢去補習 設計啊 咖啡啊 什麼什麼都來 一直在付出 一直在支出 但是 還沒有真正的收回 是 但是你說有沒有賣咖啡 有 但是還 還不是靠自己的能力去賣到咖啡 還是還是我爸爸 還是自己在自產自銷的過程 那我的父親我覺得 對我也是很慷慨了 因為他給了我很大的很多的時間去準備自己 去裝備自己 所以只要有課程 免費的也好 付費的也好 只要不要太貴的 我就去學 啊因為也沒有上班嘛 那所以很長的時間呢 就開始受訓了 開始去上一些 跟咖啡 田間管理 那為什麼台灣精品咖啡 它為什麼叫精品咖啡 為什麼台灣只能叫精品咖啡 那什麼是精品咖啡 就開始去上這個課 那田間管理很重要 啊貝塞師也很重要 烘焙師也很重要 大家都把什麼什麼拉花師什麼的 什麼都要灌上一個獅子 嗯然後就覺得 哦好像很厲害 那就是好像很專業 這都是上完課之後 原來如果沒有咖啡 如果沒有咖啡後製師 我的意思是如果沒有咖啡濃 怎麼怎麼會有咖啡烘焙師 怎麼會有手沖師 怎麼會有這些評鑑師的存在 所以我那時候就是一棒答醒 我說哦原來田間管理才是最初的根本 就是你爸做的事情是最重要 對 所以我就又回頭轉向看到我的父親 這應該是我要的吧 然後有一次我的堂弟 因為那時候因為要 因為跟家裡咖啡有關係嘛 所以小小的不到一年的時間 我去做了打工這件事情 去咖啡館 對 在高雄 邊學邊做 邊外送 邊做餐 我發現我對餐飲很有興趣 然後做菜這件事情我也很喜歡 我覺得我很快樂 我弟弟就跟我說 姐你有沒有發現 其實你在做咖啡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是開心的耶 我自己還沒有意識到 我弟弟就說點醒我了 原來這就是我一直想要的感覺 然後我又很愛玩 然後呢我就好 我就什麼都不去想了 辛苦 多辛苦我都可以 就完全投入 終於找到自己的熱情 完全投入 對完全投入 但是喔 我說的是兩面 我前面看起來就是 大家看到很快樂啊 就是我做這件事情很快樂 但是背後很痛苦 為什麼 因為人家都知道要 都要去貸款來創業 要貸款要幹嘛 我還沒有想到那一塊 我就覺得這個時間年 我覺得還不用花到那樣的錢 先學了再說 可是其實基本上我完全是 這樣的想法是完全不對的 因為我根本沒有看到自己 在創業這段過程看到 我沒有看到自己真正的問題 可是你知道我傻到什麼程度 做到什麼程度嗎 傻就算了 我一直拼一直衝一直拼 我還覺得我還蠻幸運的 因為我就是那個信念很強 我覺得我就是可以做到什麼程度 我不管我 我不管我旁邊的資源有多少 一直拼命的不斷的給自己 雖然我的背後給我很大的負面能量 但是我因為決定要回來接咖啡這件事情 我必須硬撐起來 我需要更多的正能量 所以那個時候 我覺得很不容易 晚上睡覺的時候 就覺得很孤單 自己這樣 我一直看著我的父親 一直往前走 我覺得那個時候 我的父親是我那個 目標 是我的目標 是我的精神 一直想往前衝的那個努力 因為我看到我父親的努力 所以我就覺得 我這一點點苦又算什麼 所以他陪我更苦 他都可以撐過來了 然後我就一直很相信一段話 你的信念有多強 你的正能量有多強 全世界就 你看不見的那個力量 也會為你而翻轉 大家會來幫你 會來幫你 然後一年後就開始 就開始 那半年以後 半年以後 我就突然認識了一堆很厲害的人 咖啡同業 不一定是咖啡同業 就創業同業 對 然後他們的身份 都是讓我覺得 哇 我覺得這輩子 我不會遇到的 例如說什麼 這麼股份有限公司的 董事長呀 還是什麼 總經理呀 然後就是餐飲業的什麼什麼 我就覺得 哇 大家都在自己的 專業的領域裡面 有一帆天地 我看到他們 就覺得我要成為他們那個樣子 但是他們都是男人 嗯 我還沒有看到一個女人 認識了這些人之後呢 我就 我又覺得我又開心了 我又開始很開心 然後認識那麼多的人啊 幹嘛 他們帶我去哪裡做什麼 就有了一個企業論壇 嗯 各式各樣的人都有 但是很特別 全部都是原民身份 嗯 所以我就覺得 哇 我們原住民其實很優秀哦 我看到很不一樣的 畫面 這個人為了自己的 部落 在做什麼努力 他做了多久 他的苦 他都不去看 企業論壇裡面 終於出現了女生 雖然都是有年紀的 但是我就覺得 我要成為他們那樣子的女人 就給你信心了 給我信心 嗯 我覺得我可以做到 後來呢 就有人引見我 一個 跟大陸有對接的一個老闆 然後呢 我們就在聊聊聊 聊完之後 他就覺得 他就覺得我的想法很好玩 很新盈 幹嘛的 他就覺得 為什麼不要去大陸試試看 嗯 因為如果你要玩文創這件事情 那我們就去那邊看看 那你這邊 你的那個什麼村莊 有什麼樣的很很強大的背景嗎 有什麼特色嗎 有什麼什麼不一樣的事情嗎 這段時間你們做過了什麼嗎 那個時候我衝到哪裡去 我衝到大陸去了 北京 其實那個時候我也有去廣州 我哪裡都去 嗯 我就參加他們什麼兩岸 兩岸 論壇交流 對對對 海峽兩岸論壇 嗯 幹嘛幹嘛的 當我看到自己的名字 自己的名牌 自己的品牌 都在大家的位子上面 一起開會議的時候 那個時候的我覺得很開心 我覺得卡都夫有這麼一天 生命的高峰 也沒有到高峰 我從來不會去想說 這已經是高峰了 我覺得 對我來講 真正的高峰還沒來 嗯 我的高峰不是說我要賺多少錢 而是 我真的想讓大家知道 我的部落 我生長 我從小長大的環境 它很美 那時候看到我們的扛棒 在北京 看到自己的扛棒 掛上去的那一剎那 是很感動的 可是沒有多久就沒有了 就像煙花一樣 嗯 燦爛然後就沒了 沒了 那就回台灣了 我覺得我是賺到很難得的經驗 人生的教訓 沒錯 我覺得它是我另外一個養分 回到原點 隱藏自己 大概三年多的時間到現在 所以等於是到現在 你還在前程 這段時間其實有點像鴨子滑水 隱藏自己 讓自己沉澱下來 我覺得我現在工作的位置 也很適合沉澱我自己 雖然要很無聊的工作 你知道嗎 在會計室 在處計室 所以你到一個特定的時間 你還會辭職重新開始 我從來沒有放棄過 對那你有給自己時間嗎 三年 我那時候給自己三年 現在那個三年 基本上已經快到了 回頭來聊 最後你們家鄉的德文村 那時候的咖啡 講你爸爸種咖啡的那個起源 我爸爸種咖啡那個起源 因為那時候他還年輕 他一直很想要有一個發財夢 我父親的名字叫生財 然後他就是老大 所以我說老大要犧牲 對 那個時候他的工作是廢物金 融廢物金 就收廢物金去融 對然後所以他做這個行業 也是從他年輕的 十八二十幾歲的時候開始做的 也是從學徒開始做 就開始研究金屬這種東西 然後成分幹嘛的 所以他很會垃圾變黃金 我懂會分類 會分類 對 連垃圾都賣 他做這個行業做得很久 也做得很好 所以說他 我們家是做這個起來的 然後他就是有這個背景之後 他又看到了那些咖啡 他就覺得咖啡可以來玩一玩 他的朋友說做啊 好不然做吧 你就做了 也是就這樣子就做了 他就開始去研究咖啡 幹嘛幹嘛 我不知道那時候還小 所以看到父親就是哪 一袋的咖啡豆也不知道要幹嘛 是一直到大了之後 才看到父親 他真的有在去做田間管理的事情 有在種植 有在採收 有在 有在去研究說 這個咖啡後製要怎麼做 所以他一直有很認真的在種咖啡 很認真 那個報酬有對等嗎 沒有 就是不會賣對不對 很會中不會賣 很會中 會賣 賺得少 喔利潤很低 因為是農夫對不對 對 因為成本高 我覺得玩咖啡喔 現在台灣在玩 在咖啡界裡面 幾乎一半以上 應該說九成吧 都是斜槓 很難當本人 很難 非常的難 非常的難 因為如果你 在台灣你只做咖啡 尤其是這樣自產自銷 真的活不了 是 因為台灣咖啡太貴 成本太高了 成本太高 我們必須要找到自己的活路 你在看到那個服務項目裡面 我們不只是只有做咖啡 我們還有周邊 我們還有很多的體驗 我們還有很多的遊城 什麼的 我們都來 好的我的父親 每天每天下班之後 採收期的時候 採收期的時候 回到老家 跟著咖啡一起睡覺 不是在田間裡面睡覺 採收完的咖啡 他是會馬上發酵的 我們必須在他的黃金周期裡面 去處理他 採收完了之後 我的父親馬上要判斷 這個要日曬呢 還是要密處理呢 還是要水洗呢 還是要用他最新的一個 研究出來的手法 要去發酵他呢 他就跟可可一樣 他是必須要有發酵期的 跟著他處理跟著睡覺 對 都在場當裡 他就是連鬧鐘都沒有辦法 幫助我父親 因為他比鬧鐘還強 就是他在等這個東西 在發酵的時候 他是有生理時鐘的 他就回去睡一下 他就覺得時間起來了 鬧鐘還沒響 他去看一下 他的植書到哪裡了 非常辛苦 所以他就是這樣子 一路這樣子過來 都沒有停過 幾年 三十幾年 如一日 是 所以你淺成三年 沒什麼了不起對不對 對啊 所以我就說 你大的精神在前面 所以卡都夫 這三個字 是我父親的名字 他是我的精神指標 然後他的原意呢 就是剛發揚的農作物 謝謝我們的這個詩意